看我这根绳 这就是提水的意思 这个手抓住这个绳了 但是你再怎么提啊 这个手插下去 抓着这个绳子 底下是带水桶的 提上来 这个手下去了 抓住之后 提上来 下去了 提上来 哎呦我的妈 今天这个动作 我把自己把自己骗了 这不累死了吗 这踢不上来啊 这坏了 它捅在哪里啊 没有捅吗 不是 这是个圈踢不完 这个左右换这个提水啊 实际上第一 它是提着水往上提 第二呢 通过这个腰挡转换 让它来回倒手 倒了手之后呢 这个举个例子来说 你这一倒手是30公分 你的这个顶绳是300公分 就需要倒十次 就上来了 提水这个动作练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右手和左手 把那个铜给提上来了 但它固定不动了 怎么办 在这个铜时 右手插下去 右手又提 左手又插下去 左手又提 右手又插下去 我给大家再说啊 是怎么演绎过来的 你提的这个时候 我们初学者 你们看啊 大家看好了 他不做我们太极的动作 怎么样呢 用手这么提 这个样提的非常快 咔咔咔咔咔咔咔 上来了 不用学 但是你提不到三筒两筒 你就累的不行了 因为他用这个腰这么来回这么样 再一个用胳膊 他来回这样 我们呢你看 全身一动也不动了 就只是这样 通过腰跨着转 这一转 这个手下去了 往上一提的时候 这个又来了 只是做这个动作 几下那个铜就上来了 可以站在那个地方 一提一上五 提水就把手伸底下去 抓住那个颈绳 再往上提 同时把另外一个手换 来回捣手吗 明白了这个道理 拧毛巾 它就是前后的捣手 六峰四壁 是45度的捣手 就是这个捣手 你一定别把它搞成 你看现在我做个六峰四壁 你看 是不是这一根绳子我抓的 这么样 又这样 还是这么捣手吧 你们最怕的就出现这个问题 我正对着他看 你看那个劲哪去了 你这么样左右跑了 它是这样的 你看 六峰四壁将来 这个动作 gold 离杀剂 看出来这是干什么的吧 这个